新鲜肉片切成适当厚度淋上热汤 台南最道地的牛肉汤出炉 对在地的台南人来说 吃牛肉汤还可以配上这样一碗肉燥饭 肥瘦市中的猪肉丁卤到入味 慢慢的拌着白饭 招牌还标示着白饭肉燥饭吃到饱 真的没看错 让客人吃到饱 薄力多销都OK 其实不只这一间牛肉汤 台南多间业者推出喝牛肉汤品 肉燥饭白饭吃到饱 对消费者来说 喝牛肉汤肉燥饭吃不用怕 业者列出了成本来算一算 一碗百元起跳的汤品成本大约八十元左右 肉燥的成本要十几元 但是卖零元 业者打的算盘是玻璃多销 如果年轻的一来吃五六碗 我们就没办法赚了 没有一定说每个人都会吃到五六碗 肉汤一碗成本来讲的话 大概都是八十块至九十块 然后肉燥饭一碗的成本价 大概也是到十几块 所以一碗汤配肉燥饭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利润可以谈 只是说可以吸引客人来这边用餐 点汤免费吃饭 店家规定各有不同 可以吃到饱的 业者会有时间上的限制 不然就是有条件 免费吃一碗第二碗要收费 独特的台南风景也让外地人直呼 太否讯 三连新闻 稍微注意人台南报道